为什么当丧尸获得的分数比人类低呢? 确实在突变团境想要获得高分,只有当人类猎手才行 为什么光子会设置当丧尸获得的分数很低呢? 原因有三个 一,丧尸加分特性决定 丧尸和人类猎手的加分逻辑是不同的 人类猎手靠的是打伤害加分的 打出多少伤害就加多少分 所以人类只要让子弹更多的命中敌人 让伤害打得尽量高一点,那分就会很高 猎手也是一样,伤害打得越多,击杀越多,加分越多 而丧尸的加分特性不一样 丧尸只有感染一个人类才能加分 或者抓猎手抓住伤害才能加分 这就注定丧尸加的分不多 二,体现人类的好处 都变团境当丧尸的体验是比人类差很多的 要靠近人类才能感染 在大多数时候就是人类的活靶子 根本没有人类那种全胜千里之外的感觉 也没有猎手那种见谁秒谁的爽快 所以光子把丧尸加分设置的很少 也是变相让玩家去当人类 三,丧尸抓人分太高影响平衡 如果丧尸抓一个人分数设置的很高 那只要你抓的够多 那会比人类的分数都高 那大家都去真的当丧尸了 说不定会故意让丧尸感染 只为了刷高分 所以光子这么设定是非常正确的 小伙伴们,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好啦,我们下期见哦